Hello大家好,今天小鱼儿教大家如何零基础,不拍片,不露脸,轻松做视频挣钱 对,你没有听错,非常非常的轻松,非常非常的简单,只要有手就可以 如果说你对做视频感兴趣,想在YouTube上挣钱的话,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我们想要做好视频,选对赛道很重要 现在露脸的视频,已经不稀奇了 人们大多数的时候,白天面对了各种各样的人 老板也好,朋友也好,到晚上的时候就想安安静静看一个没有真人的视频来解压 工作压力那么大,这个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些视频悄悄的崛起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一个,就是一个高深洗滴灵魂的这样一个视频 而他做的时间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四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做到了3.5万的一个粉丝 他的每一期视频大家都能看到,都有一个高深坐在这里,大家都能看到 而这样的视频现在特别特别的受欢迎 如果说你想做视频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很好的一个赛道 很多很多的新手朋友就想了,那么这样一个视频真的好做吗? 今天小鱼儿就告诉大家,真的超级超级的简单,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简单 而仅仅需要的只是几款AI工具而已 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一个技术 不需要你花费太多的精力,也不需要你有专业的技术 只要你照着我的视频,你就能做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人,他做的视频,你看他的封面图全部是统一造型 那么我们选择好了一个赛道之后,只要去攻克他 坚持去做就OK了 这些视频的收益就不用看了 肯定是非常可观的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记得看到这里,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看一下 点击右下角订阅小鱼儿的频道 我们一起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那么这样的视频我们需要的是哪几款AI转件呢?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Chat GPT 这个万能的转件到任何时候都少不了他 他是写文案的一个人手 少了他,简直没法活 小鱼儿所有的文案都是让他给写出来的 第二款AI转件呢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绘图软件 内爱拉多 这个图都是他绘出来的 用到的第三款软件呢 就是我们的棍 第二代啊 之前小鱼儿给大家讲过 把让这个图片动起来 用到的第四款软件呢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印 我们的一款简印软件 就是这几款AI软件结合就能生成一部 特别有看点的一个视频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这几款AI软件都是免费的 对新手朋友们 都是免费的 我们不需要掏一分钱 就能把我们的视频做起来 大家能看到吗 这样一张高清的图片 看一下 你完全没法想象 它就是用AI软件生成出来的 而我们仅仅只需要给一句指令就OK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小鱼儿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操 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是我们的 恰的GPT 需要让它为我们写一个脚本 在这里呢 为了让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做起来更简单 更轻松 这里有一段指令 大家可以把它暂停 把这段指令写下来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有了这个万能的指令 生成一篇 短文 分分钟的事情 你们只需要跟着小鱼儿的步伐走 你只需要 该复制的地方复制 该暂停的地方暂停 把这些指令学到 你就轻轻松松的 就可以做出来这样一个视频 这里我的指令是什么呢 假设你现在是一名写作家 擅长写各种 吸引人眼球 引发人思考的小故事 帮我写一篇 高深感化一个坏人的故事 开头就是爆点 1500字左右 就是这样一句简短的话 GPT的话 分分钟就把我生成出来了 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故事脚本有了之后呢 我们的第二个指令又来了 我们有了一个故事 那么我们需要人物 需要图片 怎么办呢 新手朋友们 一定要提高我们的一个注意力 到这里我们第二个指令又来了 请看这里 我想用AI来做图 你能不能根据故事情节分镜 附上英文指令 以便让AI可以生成图 大家这个地方暂停一下 把这一句记下来 你看GPT说当然可以啊 就把这下面的英文指令也给我附带了 大家都知道绘图的时候 必须要用英文啊 你不要用中文 中文的效果会很差 英文指令有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接下来的第二个步骤了 用到的第二款AI软件 我们这里直接复制粘贴 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AI拉托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模型 点进来 这里呢 上面是一个指示 这里是一个提示词 我们粘贴到这里 我们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的图片数量 选择两张 一个镜头的话 两张差不多了 而我们每天有150个积分 这里小鱼儿今天已经把积分 用的差不多了 所有的图我都已经绘好了 选择两张 在这里 比例选择16比9 我们YouTube视频里面的一个长宽比 16比9 然后点击这边的生成 那么这些图片就 它就会在很快的时间帮你做出来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这样 每一个提示词 一个英文指令 挨个的去生成图片 非常非常的容易啊 我们只需要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图片就完全已经生成好了 小鱼儿这边图片都已经完全生成好了 如果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会的 可以给小鱼儿留言 那么我们的一个图片做好了之后我们就要用到第三款AI软件了 那就是我们的棍第二代 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点击图文 生成士兵 点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的就是把我们刚才做好的图片 这里图片加文字描述 点击一下 把你刚才的所有的图片给它下载进来 点击这样一个上传按钮 双击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图片就已经到这里面来了 你想让这个图片怎么样动 比如说让它的嘴巴动 或者让它的手动 那这个后面就附上你的英文指令 很多新手朋友想了 我英文不好怎么办 说实话小鱼儿也英文很差 那我有办法 你们肯定也有办法 非常的简单 这里小鱼儿直接告诉大家 直接在线的一个翻译器 你把你的一个中文输入到里面 它会给你翻译成英文 我们在这里同样复制连贴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就到这里来了 把它连贴到这里 我们这里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动图就做起来了 大家能看到我这边的动图已经完全做好了 非常的高清 有大篇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第一个指令 他就是一个人他在梦中被噩梦困扰 然后呢 这里是不是非常的形象 而我们每次一个图片可以生成四秒钟的一个小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四秒 这个棍地儿的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地方 它可以延长四秒 还可以再延长四秒 它一次性可以帮你生成一个十几秒的一个短视频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那这里的话 我觉得这张图片非常的好 我觉得四秒不够用 那我直接点击这里的延长四秒 这里点击生成 我这个视频现在就变成了八秒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非常的自然 那么我点击这个 把它放小 如果说你这个视频 你需要它再给你延长的话 那么我们继续点击延长四秒 当你后续的时候 如果说它的免费赠送的不够用 那么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的升级 每个编辑每月只需要12美元 也不也不贵啊 如果工作需要 如果说你的视频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升级 升级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那我这边的话已经生成好了 我就点击下载 在这里呢 图片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箭头符号 我们点击下载 能看到它已经跑到我的电脑里面来了 这个八秒的视频 这个也是啊 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个我也把它下载下来 也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好了之后 大家能看到 在我们的电脑的这个右上角这里 你找到你这个图片的一个位置 我把它统一的存在一个地方 我们的动图做好了之后呢 朋友们 你们觉得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了呢 那么就是最后的一步了 最后一步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打开我们的简印 点击图文成片 把我们刚才的GPT生成的 这样一个故事把它粘贴过来 我们做这个视频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复制连贴 我们复制连贴我们的新手朋友们都会吧 那么会就真的简单了 千万别说这个视频很难做 真的很简单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简单 前提是我们要先做起来 把这个故事内容粘贴到这里 这里面有一些多余的 比如说这个什么高潮呀 把它给多余的一些字给删除掉 这里什么结局呀 不需要 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故事 这个地方声音的话 这么多声音可以选择 我看一下 网文解说 我随便选一个吧 这里点击生成视频 生成视频的话 这里我们选使用本地素材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图 这里不知道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简印会不会用 如果说有很多新手朋友们 你们还不太会用简印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么小鱼儿下次如果说人多的话 我可以出一些简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教程 那么视频看到这儿了 我们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 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还没有订阅小鱼儿的 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 或者给小鱼儿的视频点一个赞 那么当你下次正在做视频的时候 就能轻易的找到小鱼儿 因为你的你点赞过的视频的话 它能在你的历史记录里面 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哟 我们这边的视频已经生成好了 这个故事其实不长 只有三分钟的样子 还不到三分钟 那我们先把这个音乐去掉 在这里我们就要开始添加素材了 导入我们刚才做的一个动画图片 这边所有的图片已经更换好了 素材已经更换好了 同时我还在下面给它加了一段音乐 这边的话多余的部分我们就把它裁剪掉 我们直接颠倒出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在悬崖峭壁下 一座庙宇静静处立 这里的高僧 一个飘然若现的修行者 以深邃的智慧和神秘的力量而著称 山风吹过 庙中的金帆飘动 营造出一种神秘肃穆的氛围 村庄传来令人沉闷的脚步声 此起彼伏 一个陷入罪恶泥闹的年轻人 名叫刘炎 因为欺诈和恶行而遭受相亲唾弃 他的眼神中满是愤怒和绝望 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为敌 高僧感应到了刘炎的苦楚 在一天黄昏 他亲自走出庙门 面对刘炎 言语简单而慈悲 人生有苦难 但苦中亦有解脱之法 在高僧的引导下 刘炎进入了庙宇 开始一场心灵的悔过之旅 每日的冥想和沐浴经文 让他渐渐发现内心深处的一抹纯净 高僧用言传深叫 岂是他生命的真谛 然而 黑暗并非轻易让人离去 刘炎内心的善恶之战一度激烈一场 一晚 他在庙外陷入了一场梦境 被一团黑暗的迷雾笼罩 那是他曾经的罪恶堆积而成的阴影 私生恶狠地试图引导他回到堕落之路 刘炎在梦中与心魔搏斗 那是他曾经的自己 堕落 贪婪 无情 梦境中的战斗 火光四箭 黑暗与光明激烈碰撞 他挣扎 却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支持着他的每一步 高僧的身影在梦中显现 他以慈悲之手扶持着刘炎 引导他迈过黑暗 踏上光明之路 梦醒后 刘炎的内心得到了净化 他在日复一日的修行中 渐渐笑容掉从前的罪面 村人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 不再敌视他 而是生出敬畏之情 然而 命运的考验并未结束 视频的话就看到这里 朋友们 这样一部高清大片 是不是就做好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他用了一些什么工具 在做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 我们仅仅只是复制连贴 用我们的GPT帮我们写文案 帮我们生成一个英文指令 再用我们的一个棍来帮我们做一个动图 最后就用剪印一剪成片 这样一个视频就出来了 现在是AI时代 我们用AI就能轻松的帮我们完成视频 只要我们坚持做 那么我们也会做到像他一样 快速的崛起 快速的再短视频 在YouTube视频上 震到美金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讲到这里就分享的差不多了 如果说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在看的过程当中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还没有订阅小鱼的 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 让我们一起开启短视频赚钱之道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